焦点带回到台湾 是不是又要准备防范台风了呢 中台苏迪勒才刚过 位于关岛附近的热带低气 昨天凌晨同时增强为 第15号轻度台风天鹅 跟第16号轻度台风闪电 施项局说闪电正在往日本移动 对台湾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不过天鹅则是正往台湾靠近 最快礼拜二就可以确定走向 不过如果真的要来的话 最快也要到礼拜五才会开始影响台湾 对台湾靠近的热带